来生都有关系 我看到这一份报告的时候 我很赞成 我能够肯定她的话不错 跟东方千百年来所记载 所传说的完全相同 那么凯西没到中国来过 中国的东西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 实际上她的程度并不高 好像只是初中修审程度 那么她之所以能够 医治这些疑难杂症 我从她的报告里面看出来 她是一个灵 附在她身上 这个神灵很善 你看人有困难的时候找她 她会帮助 你要是侥幸 你去找她 我今天去买马票 哪个号码会中 你告诉我 她不说 换一句话说 她不帮助你走 她救你的苦难 所以这种灵 所以这种灵也很少看到 居然帮助她一生 这是跟凯西的说 过去身中有特别殊胜的缘分 所以从这些地方呢 我们就了解 就肯定 生死有命 富贵有天 我们处任何艰难危急 最重要 心是定的 心清静 心定 神智慧 就怕心乱了 心一乱 心一慌 纵然你不该死 你生死无常 没你的名字 你得吓得半死 你是你愿不愿望 所以这个定是功夫 这个定中 就有智慧来处理 这些问题 同时 我希望 我们国内的一些朋友们 我们今天 有许许多多的灾难 是不应该发生 但是它发生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早年胡秋元先生 跟我说了一句话 中国人 近代中国人 这可悲呀 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造成许多灾难 这个话说的有道理 你比如讲这个瘟疫 瘟疫有很多解药 医药 现在中国人不相信中医 不相信中国古老的厨房 相信西医 这个没法子了 我常常讲经 在许许多多地方介绍 在中国五千年文化里头 有两个特色了 必须要肯定的 第一个是教育